因為這次邱國正他講的對 因為他說這是一個聯合作戰 只是說它是分批次的聯合作戰 也就是說這次水面的艦隊沒有出來 只有空中的各種機種的戰鬥群出來 這個是一個聯合作戰的 而且是一個實戰的演練 訊號很明白 例如說有空軍500 大陸有可以發展到空軍2000 但是那是遠程的大範圍的 一種指揮作戰跟情報蒐集能力 空警500是短中程的 這個情報蒐集 指揮鏈 還有就是它的一個作戰 所以它的空警500 就等於是台灣的整個空域 它會蒐集所有的空域間的 所有的飛行器 然後會把這些數據 傳達給它的每一架戰機 這個每一架戰機裡面 你有看到有殲-16也出來了 那殲-16本身已經有電戰機的功能 電戰機它本身就能夠 掃除這個空中的一個障礙 使它的飛機在電子干擾之後 它的作戰能力會好像如入無人之境一樣 而且它會搜尋所有的地面的雷達跟空中的 它會進行打擊 然後它還有就是轟-6K也出來了 那轟-6K在這一次裡面 轟-6K我們都知道它是中遠程的空對海空對地 的一個具有威責性的戰略性的武器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各種搭配的 那麼高低空的重型機跟輕型機 例如說殲-10也出來了 所以它是整個作戰機群 是一個實戰的一個作戰的能力 在這個地方做演練 那怎麼樣讓這一些 這麼龐大的一個軍隊 這些飛機 它能夠在這個空域待久一點 不要說因為它有燃料用完了 它就必須要回去 因為它回去你後面的人來接 那第一方面你的空軍的這樣來回 還有你的那個人力的損耗量就很大 那怎麼辦呢 那就是空中加油機 而這個空中加油機這一次運二使 我們可以注意到 它應該是1278M型的 所以它本身的這個標準的 它的加油能力可以到65噸 可是它可以發展到105噸左右 可是問題就在於說 每一架戰機像這個尖16這個戰機的話 它大概 例如說它要作戰的時候 它大概是在10噸以下 6到10噸左右 那你想想看 當一架這樣的一個空中加油機 它就可以提供給多少架戰機 不止一架 絕對不止一架 好幾架嘛 它就可以提供給 例如說七八架一個戰機 那如果說未來要作戰的時候 它需要量很大 它就不會只有一架這個運二使出來嘛 那它有可能像美國過去 再去打利比亞的時候 它出動是18架的大防空的戰機的時候 那是從德國起飛 從德國起飛 可是法國跟西班牙不准它入境 所以它不能夠穿越法國跟西班牙 那它怎麼進入這個地中海呢 所以它要繞飛 要飛得更遠嘛 對 飛更遠 繞一圈 這個時候它18架的大防空怎麼辦呢 美國就供應了10架的 空中加油機 對 空中加油機 就供應了10架 然後讓它能夠飛一萬兩千公里 這個地方來打上 那這個代表什麼意思也就是 你的空中加油能力強的話 那你的飛行員在空中的時間就越長 對 那你換班的時間就越短 它的作戰能力就越有效果 提高了 就很提高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裡面它也顯示出 就是說這樣的一款作戰能力 那它本身因為關島離大陸就是2600公里左右 關島離大陸2600公里 可是這個尖16的作戰半徑是1800公里左右 那你就飛不到啊 那飛不到可是有空中加油機 你的尖16就可以飛到關島了 因為它可以透過運20 把這個油加給這個尖16 那尖16本身就可以保護 這個轟6K的安全 因為轟6K可以飛得到 它可以飛得到打完再回來 但是問題就在於它旁邊需要戰鬥機的保護 那有一種方式就是 在南海的島礁裡面 他們不是新建的機場那邊起飛 這是一種方式 可是現在這種空中加油機 它就可以不用一定要在那個地方起飛 去保護它的轟6K的安全 它可以隨伴隨著它一直走過去 因為空中加油機可以一直補通它的燃料 然後讓它飛進關島這個地方來打仗 那這樣的情形你可以看到 它可以突破第一島鏈 當然它就可以突破第二島鏈 進入夏威夷了 所以從我覺得邱國正這一次的分析 是站在理性的 務實主義的 尤其是站在我們防衛的一個 最高的指揮官的一個角度裡面 他告訴大家說這一次不能小看 要注意這是聯合作戰 我覺得它是從戰爭的眼光來看 那就代表兩岸的局勢事實際上對視 就是然後大陸本身的作戰能力 確實是越來越強 然後針對於那些要搞這個台獨的 國外的陰謀家要跟台獨的勾連 那大陸的軍事動作就會一直升高 我覺得現在是在防空識別去飛 你不能排除哪一天它飛過你 恆春半島你怎麼辦 要打還是不打 目前這個病毒了解的還不夠多 目前來說WHO它所公佈的 是說發現了南非的這個變種病毒 跟原始株是不一樣的 都不一樣的 那不一樣他們就開始懷疑說 原本是根據原始株 所設計出來的疫苗 像我們打在身上這個疫苗 對它可能會無效 那無效的話那就麻煩了 也就是它清透力就很強了 所以現在大家會很緊張 就是因為它跟原來的原始株 不一樣的這樣的一個情形下的時候 那南非是說它的毒性不強 那這目前來講 世衛組織也沒有說它毒性很強 第一個沒有說它毒性很強 也沒有說它的傳染力 像Delta那麼的強 也沒有說他們只是說 跟原始株是不一樣 那這樣的話 如果確實是跟原始株不一樣 他們最擔心的是疫苗無效 這樣的一個情形 對南非來講它覺得很委屈 就是我發現我通報 然後我第一時間立刻就受處罰 你沒有給我任何應急的措施 然後也不給我援助 那您講的沒有錯 當初這個疫苗在英國跟美國 他們開發的速度是很快 那開發的速度很快 他們的也有結果了 可是美國就是囤疫苗 而且拼命囤 歐洲的國家也都在囤疫苗 都不提供給這些非洲的國家幫助 目前來講給非洲國家疫苗最多的 還是中國大陸 那大陸已經人口數是最大的 已經想辦法在國內給他自己的民眾 打疫苗的時候他還是盡量去幫助 但是你歐美的國家竟然吝嗇拿出疫苗來幫助別人 這個才造成我覺得紐約時報在這個時候講的一個實話 也就是你歐美的國家的自私自利 造成了今天不可收拾的地步 那這個疫情一直不斷的反覆 您所提到的這個黑天鵝真的是感覺是要來 因為這次如果疫情又失控的話 您想想看生產的全球的供應鏈 絕對又不能暢通 沒錯 然後運輸線也不能夠暢通 又停擺 又停擺了 然後這些國家經濟又陷入更困難的時候 要不要再印鈔票 尤其是你美國跟歐洲要不要再繼續印鈔票 現在大家都知道是全世界可能是只剩下中國大陸 是最有抵制的 為什麼第一個疫情控制最好 第二個他們在疫情發生的時候 他們沒有印鈔票 所以中國大陸在印鈔票這個空間 坦白說是目前來講全世界唯有中國大陸 有這個條件 日本也都沒有了 因為都在印錢嘛 台灣也沒有了 台灣也都在印錢 所以我們的物價為什麼會一直漲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都在印錢 全世界都在印錢 只有大陸沒有印錢 所以大家反而會回過頭來看說 目前來說 當這個黑天鵝來的時候 能夠救世界的可能只剩下中國大陸了 這個是很特別的事情 印度跟巴基斯坦的不合很久了 那它跟原來的孟加拉也不合 那它對於斯里蘭卡 尼泊爾跟布丹 因為印度原本認為它是南亞霸權 所以對這些國家都不友善 那現在是因為這些 中國大陸跟這些國家都建立緊密的關係 特別是由於在科技上的進步 所以突破了地緣政治的限制 過去例如說 尼泊爾沒辦法通中國大陸 因為有個喜馬拉雅 還有就是布丹也沒辦法通中國大陸 現在由於這個鐵路 高原鐵路的發展 所以大陸跟尼泊爾已經通了 而且大陸利用廣西 作為這個尼泊爾的一個出海口 所以尼泊爾等於是它原本是內陸國 但是它有一個跟中國大陸的合作關係 它的貨品可以透過鐵運 然後從廣西那邊出口 所以這個對尼泊爾來講的話 它已經可以跟外界聯通 所以它跟印度的這種關係 就是它被印度瑕疵的關係就解除了 這也就是為什麼布丹也想改變 跟中國大陸的關係 因為它也不用再被困在 那樣的一個山裡面去了 那對於斯里蘭卡或是對孟加拉 跟巴基斯坦他們是由於跟中國大陸 因為中國大陸海運 一帶一路發展起來了以後 跟他們的經貿關係也都建立起來 那對印度來講是非常不舒服 非常不舒服 那當然中印的關係就會比較緊繃 特別是印巴的關係很緊繃的時候 中巴的關係非常好 中國大陸跟巴基斯坦 他們叫做24小時 24小時的全天候的戰略夥伴關係 所以他們是鐵桿的兄弟 巴基斯坦的重要的戰略武器 幾乎都是中國大陸供應的 而且他們還聯合生產製造骁龍戰機 賣到世界各國去 那這個對印度來說的話 它的真正的頭號敵人就是 因為兩個國家都有 都擁有核武 所以我覺得目前來講 中印的關係不能講說會變好 而是講說是至少暫時性的緩和 緩和 因為目前冬天也來了 那中印邊界裡面也不可能在 目前這麼嚴寒的時候來開戰嘛 那不能開戰的情形下 彼此之間就按照現有的規定 所以不要再有衝突 我覺得目前來說的話 等到春天以後可能又是另外一波考驗 印度這個國家的問題是出在很容易被挑撥 也就是說在過去1962年會發生那樣的中印的衝突 主要的還是被俄羅斯 就是以前的前蘇聯 還有英國 還有美國三個國家的挑撥 而這三個國家都同時供應武器 有的供應錢 有的供應錢給印度 有的供應武器給印度 所以印度那時候就想打中國 那沒想到它被中國打得七零八落 那以現在的中國大陸來說的話 大家所有的軍事戰略家 只要腦袋保持清醒的 我再強調不是發熱的 不是像民進黨的那些人頭腦那麼發熱 就只要腦袋是稍微清醒一點的 有理性的 他都會很清楚的知道 大陸跟印度的軍事能力是高低差 是落差很大 不是說差一點點 是差很大很大 那因此印度人如果頭腦一發熱 像民進黨一樣一發熱的話 那當然你也很難說 這麼蠢的人怎麼會幹出這麼蠢的事 也說不定有可能 因為民進黨 台灣跟大陸就是高低差那麼大 那怎麼會一直動不動就要去挑釁大陸 沒事就要挑釁中國大陸 然後連美國人都說 你要想獨立你自己獨立 我不會給你買單的 這不是拜登說的話嗎 可是民進黨到今天不敢喊獨立 我說要等蔡英文 你什麼時候宣布啊 那你民進黨的這些台獨的 你們什麼時候宣布啊 沒有人敢宣布 拜登已經不管了 他不支持他也不反對了 就你自己決定你自己負責嘛 講得到現在快一個月了 民進黨沒有一個人敢宣布台獨 那就是玩假的嘛 那玩假的還玩得很開心 我就覺得有時候看到民進黨的這些人 尤其台獨的這些人 我說很煩就是說 你玩假的也玩得這麼認真 這很煩耶 這不得了喔 因為你看這一次全球的航運 尤其是這個海上運輸 目前卡成這個樣子 然後大家很快的就發現 還好有這個一帶一路 有這個中歐班列 不然的話你想想看 歐洲有多少國家 可大了 影響可大了 那就會比這個美國還慘 也就是說因為它的物資 如果都是透過這個航運的話 以現在來講要不就是缺貨櫃 要不就是缺船 要不就是船卡在這個港口上 沒有辦法把貨櫃卸下來 所以全球的供應鏈亂了一塌糊塗 但是為什麼歐亞大陸是一個 不是那麼的重災區 現在你看我們聽到的重災區 都是美國 英國 英國也缺物資缺得那麼嚴重 也就是這些是大量依靠 海運的這些國家 它在這一次 這個海運失衡的情形下 那麼受的傷害真的很大 相對來說大家就發現 這個一帶一路的路上的運輸 安全又穩定 有效 因為它的這個 一帶一路的通運 這個時候使大家發現說 因為他們現在要爭搶的就是 通關的速度要再更快 所以他們要建立更多的口岸 然後這些口岸 例如說假設 假設是從這個成都發車 那成都發車假設它是要發到 德國漢堡 可是它會經過很多國家 那只要它的牽引封租以後 那麼也就是說確定沒有問題 它就可以一直直通過來 這樣的話你不用說 每一個經過的關卡 每一個國家 它都要再重新抽減或是什麼 這樣子減少它的這個時間的物詐 所以我覺得他們目前來講 已經從這個一帶一路 獲得了巨大的利益 因為互通有無 我多生產出來的東西 送到你那邊 然後你生產的時候送到我這邊 我覺得這個是使中歐的關係 由於一帶一路 所以我覺得他們會走得越來越緊密 所以德國是要對 德國其實很有遠見的 德國很有遠見的一個國家 法國人有點浪漫又不實際 然後又反反夫婦 就是殷勤不定 我不能講說他像女人 因為這樣對性別有歧視 但是如果就我對法國人的了解 他是殷勤不定的人 他今天熱情給你擁抱 明天他又對你保持一個距離 你看法國一直長期以來 他對中國大陸一直是 就是預計還營這樣子 不斷的這樣子不斷的 然後弄到中國大陸也很累 就是說你到底法國人 你要幹什麼 你要熱情擁抱 還是你要 我們就保持一個距離 然後有的時候你看 這個又好像 我要搭這個列車 要跟中國大陸要怎麼樣 然後一下子又保持那個 遠遠的冷冷的 然後就讓大陸很難來往 不像德國人 當然有很多人說 那老師你那麼喜歡德國 你為什麼不去德國 我不是 我意思是說 因為德國人他實實在在 而且他讓你可預測 然後你可以知道說他很務實 然後他知道哪些意見他該表達 可是表達到什麼程度 因為他知道我不可能改變你 那我也沒有必要讓你難堪 但是我就表達到什麼程度 那我慢慢的一步一步來 這個就是梅克爾總理 為什麼會讓整個中歐的關係 處於那麼的穩定 其實梅克爾是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因為他的性格跟他處理那些 敏感問題的成熟 而且我覺得他的最大的特點就是 他會將心比心 他會站在不同人的角度去看問題 因此他在處理中歐的敏感問題 像人權的問題的時候 你看他每一次到中國大陸訪問 一定會談到人權的問題 可是他都知道他要談到什麼火候 談到什麼程度 這兩 法國跟義大利 這兩個熱情的民族 你覺得他的情緒 活動那麼大 請教官下召集令 支持中特的好朋友們 預期呼籲大家 加入訂閱充足的行列 距離百萬訂閱呢 只剩下不到十萬的差距了 希望可以在年底之前 達成百萬目標 所以朋友們 讓我們一起來共創2021的奇蹟 按讚 分享 訂閱 讓全球的華人都看得到